你覺得其實心態上有很大的轉變吧 因為從一開始在100其實我們就是設定為 讓我可以早一點進入狀況 最後打下去還有100公尺的預算 那很幸運的有進到準決賽 所以我們在準決賽也是一樣的想法 讓自己可以早的去備戰 然後主要目標還是放在200公尺跟借地上面 那在目前看來我覺得這個戰術 這個規劃啦是還蠻順利的 有達到我們的預期 然後其實從一開始在準備的時候 我的心態其實一直覺得說自己的狀態 不是到今年是最好的一個水準 這樣子其實也是會有點擔心 但是等差不多100公尺比完 開始要進入到200公尺的賽事的時候 那我也意識到說